学会诚实与谦虚 5.皮皮猴指路 滴滴滴,皮皮猴司机开着出租车 穿梭在森林和城市的大街小巷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路线 一天,小山羊去买青草 问皮皮猴,请问,新开的超市在哪里? 在那边 小松鼠去远山踩松坂,找不到路 问皮皮猴,您能告诉我上山的路怎么走吗? 向左转 小蜻蜓想买一顶梁帽 问皮皮猴,小河哥哥,商场在哪里呀? 喝对啊! 哈哈熊想买点药,治疗大哈欠 见到皮皮猴,问道 我想去城里的药店,又没有进到 抓刷刷,皮皮猴随手一画 画出一张地图来 哦,这里 大家纷纷道谢离开了 只见皮皮猴趁着巫人暗中窃笑起来 哎哟,小山羊走法了路 累得气喘吁吁 按照皮皮猴的指引 小松鼠走到一条小河边 小蜻蜓飞呀飞,看不到商场 眼前却出现了一片田野 哈哈熊打着哈欠进了城 按照皮皮猴的指示 竟然找到了一间公共厕所 原来皮皮猴说了谎话 大家都被骗了 小动物们都很生气 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 小动物们都不理睬皮皮猴了 渐渐地因为皮皮猴爱说谎话 朋友离它而去 呼喀也越来越少了 夕阳下独自坐在海边的皮皮猴 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皮皮猴想来想去 决定改掉说谎话的坏习惯 从那以后 皮皮猴每次给小动物植物时 都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怎么走 空闲的时候 他还主动帮助交警 在森林里立下了一个个 路标指示牌 这一回皮皮猴司机亲自驾车 给贫困的树熊奶奶送去了粮食 在一个深夜 猪爷爷生了疾病 也多亏皮皮猴的出租车 及时赶到 年底 皮皮猴光荣地 当选为人上好市民 瞧 皮皮猴拿着奖章 站在镜头前 铃皮 preaching 准备 感谢观看